我想问问你做了一辈子买卖 你挣了一辈子钱 心里有个数吗呀 这个钱怎么去统计 挣完钱就上交国库了 没办法统计 我再问你一句 就是说你这个钱上交了 他是自财产了 还是藏心眼了 这个钱都攒钱来了 可以说 他这个人就看着钱了 没看到人 就像比较是我是这样 咱家我管钱 但是呢一切费用都是我花呀 我制东西啊买房子啊都花掉了 我们家里有五套楼房 这不还是应该自家当了吗 那怎么能叫 那还不没有了 有你名的吗 有 那不属于滥卖 那给你自家当是属于滥卖 那房子买了钱花了 那没转价不正常吗 正常的我也不是要问 我挣一元还挣一百万 我就说你告诉我 挣钱了 多少钱 买房子花了多少 这就可以了 我这也是跟他俩老不明白 咱俩老不明白 我们的天然挺不明白 一句话告诉我的 没挣啥钱 第二句话告诉我 要钱没有要命给你 这句话说起来 一个搞教 一个教室 一名灵魂的共产师 这话我怎么就 还多亏那女儿是老师有涵养 要是我呀 老师呢 十年都过不了 咱们最平衡她的职业 咱不说职业的事 因为不管是什么职业 她也是一个普通人 她首先是你媳妇 你要求 你是希望她能够 把这个账给你报清楚 这样的话 你赚钱赚在心里边也舒服 是这意思不 被我赚回来钱 你是干啥了 都不经过我允许 你就干了 都不商量 我有啥身份和地位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其实俺们叔叔吧 其实他根本就不在这 场下的时候 跟我和导演聊老半天了 说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导火索 真正原因是他太否定我了 就觉得我对这家没有贡献 说我你挣啥钱了 你啥钱没挣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就给他伤到自尊了 然后另外叔叔还强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他觉得他跟爱人之间的婚姻 他从来没有感受过温暖 所以来爱的选择必须要找一个跟他前妻有反差的 通行达理 温柔 善解人意的这样的女人 最起码说话 别否定他 说话能给他力量这样的女人 文文说的 到我心坎上了 说到你心坎里去了 你觉得这个人得欣赏你 我这一辈子在他心目中从来没赞赏过我半句 但是我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人 我这一生都是愤怒的一生 知道不 那家里边你说你制办了五套房子 那在我们看来这个家里边就相当的 最起码你夫妻俩挺抱团 才能攒下来钱买房子 他原来上班的时候一个月就挣六百块钱 什么了不起的 我做肉就一个月挣六百 一外我还种地 我还养族 我还做买卖 皮肠高的多的多 他设个啥呀 我家五套房子 就像不管是 我说了你有五套房子 证明这钱花得更大 其实男嘉宾说到这 我觉得情绪有点激动 但是呢 你我们从婚姻当中要吸收一定的经验 因为我们之前的那段婚姻 你挣的很多 养猪养鸭种菜 所有的这一些你出去做买卖 但是你并不知道 你拿回家里面一定有多少钱 我们刚才问你的时候 你也是大概估算了一下 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将来真的要是在有这些方面的情况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挣了多少钱 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多少钱 是我们自己挣了多少钱 心里要有数 因为这个心里有数 一方面是对自己负责任 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对方 我的一味的付出 我自己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 让对方也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 如果都是一笔糊涂账的话 他可能真的就以为你没有做什么贡献 但是你实际做了那么多的贡献 埋没在我们一笔糊涂账里面 所以心里有数 让你有数 让他心里有数 我们男嘉宾有一肚子的委屈 但是他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 你要是走进他的生活 可能如果是一个善良的女人 或者是一个很爱他的女人 不会给他这样的伤害 但我们情感导师 给您的这些建议 可以你试着调整一下 自己的处事方法 对未来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吗 男嘉宾 好 好 咱们女嘉宾 虽然是一位老嘉宾 但是她的情感生活 也对她的整个人生 有很大的影响 来 我们看一下她的短片 我们看一下她的短片